自特朗普2017年成为美国总统以来 美国的反华情绪一直在升奔 抨击中国已经成为华盛顿两党的共同做法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 任何企业被贴上中国标签都可能非常危险 即使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大家好 欢迎收看思路话语 我是吕明思 这次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 为什么中国制造现在是美国市场的危险标志 这是南华早报的长篇调查报告 我们知道有一家总部位于山东省的民营企业 釜峰集团 又称釜峰味精 简称釜峰 它是中国大陆的最大骨氨酸和味精制造商 以及第二大黄原胶制造商 主要产品来自于玉米的不同加工阶段 包括骨氨酸 味精 黄原胶 肥料 以及淀粉甜味剂 自去年3月以来 釜峰集团的美国子公司 一直在奋力反驳一些美国政客和当地居民 对该公司所谓把中共带到了 美国北达克他州的指责 釜峰美国公司表示 它有一个美国领导团队 其拟异项目将是美国工厂 购买美国玉米 在美国制造 在美国销售 然而反对者还是声称 釜峰将利用其拟建的靠近空军基地的玉米墓房 作为间谍活动的集结地 尽管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联邦政府的批准 看看 这多么阴谋论啊 另外有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科技公司叫恩杰 Samcorp计划在俄亥俄州建厂 该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部件 4月份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座无虚席的市议会听证会上 一些居民争辩说 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还说什么 已经把炸弹之类的东西 转移到了离我们更近的地方 当地居民还质询 为什么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获得了批准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 至少自特朗普2017年成为美国总统以来 美国的反华情绪一直在升温 抨击中国已经成为华盛顿两党的共同做法 我们都还记得 2020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的 Zoom首席执行官袁征被迫发表声明 澄清自己是美国公民 他指出 他经营的跨国视频会议公司总部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在21个国家地区设有办事处 其中包括中国 针对Zoom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的怀疑 他又特地说明 在中国的设施其实是仅供那里的运营 或者是客户使用的 对于这种情况 总部位于纽约的通信和商业咨询公司 北美生态系统研究所的克里斯佩·雷拉说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 任何企业被贴上中国标签都可能非常危险 即使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中国的标签也可以将公司与地缘政治联系起来 结果中国公司中居然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就是努力使自己去中国化 并将公司形象和运营更加本地化 自2021年上任以来 拜登以特朗普的对抗方式为基础 在消除特朗普政府中的大部分反华言论的同时 拜登保持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进一步 今年他签署了两项关键法案 旨在将供应链转移回本国或所谓友好国家 与中国竞争和抗衡 佩·雷拉说 自2018年特朗普首次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征收关税以来 激起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衰退的商业环境 中国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 信息传播运营和团队的本地化 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生存机会 并最大限度的减少监管风险 这次先聊到这 明天继续讲述中国企业 如何被迫在美国去中国化的方式 以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 好 这次就聊到这 谢谢你的关注 感谢观看